就定位 三分線他就是要擺示不進 小白再拿到 小球交給施敬堯的時候 曾祥均犯規 而且曾祥均直接把球給砸向籃框的下方 被裁判圈的一個技術犯規 我覺得他是不是打到施敬堯 他好像是直接打到施敬堯 所以阿瑤第一時間有點火氣 對 因為如果是打到別的地方的話 應該不至於這麼生氣 那我覺得祥均一開始 他絕對不是要打施敬堯的技術 他只是有點火大這個犯規 對 他只是可能想要砸球 對 這個砸球動作基本上就是 不被允許的啦 是 好 來看看 這犯規是沒有問題 他直接砸在對方的身上了 因為他可能覺得這個球沒有犯規 我們來看一下 直接砸在對方身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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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剛才Mike 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安撫曾祥均 對 但我必須說曾祥均 他絕對不會去針對施敬堯 做這樣的動作 他是當下那個情緒上面 想要發洩而已 他可能往地上砸 或是說像奎哥講的 往籃框砸 這都有可能的 只是剛好那個角度 他可能順手就出去了 沒想那麼多 所以石敬堯現在也被吹了一個犯規 因為他剛才可能爬起來去找曾祥均理論 這是一個機器犯規的罰球 沒有罰進 那 現在要執行的是他兩次的罰球 現在因為只差兩分了 所以每一分都很重要 應該是說只有兩次的罰哦 應該是說只有兩次的罰了 抱歉